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Y是等於sin這個東西 和Y等於tang這個東西 有相同的周期 A加E 這個函數 是Y等於sin的X 經過平移跟收縮 或者是收縫 經過平移跟收縫 得到的 周期跟他的平移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不要看 這個還是不行 是經過平移跟收縫 這個是收縮A倍的 這是膨脹B倍的 他說有相同的周期 我們知道sin它的周期 是等於2π 它現在收縮 A倍 所以它的周期變成多少 這個我們叫做 周期的話我叫做T1 這個周期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π 除以A 因為它收縮A倍 或是收縮為A分Z倍 這T2 這T2 這是等於多少 這周期是π 所以是Vπ 他說這兩個有相同的周期 也就是說 這是A分Z2π 跟Vπ是一樣的 有相同的周期 那π可以消掉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 AB它現在是等於2 那AB等於2的話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多少 因為他說A跟B都是自然數 或是正總數 A等於1 B等於2 或者 或者 A等於2 B等於1 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的話 A加B都是一樣的 都是1加2 等於3 所以答案是3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A